門外的閉路電視電線被剪斷 紅色鐵閘就以鐵鏈鎖上 這裡是香港專商學生聯會 在旺角威特商業大廈9樓的會址 大門兩邊貼上簡體字的通告 通告上 一間自稱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有限公司 說已經在10月31日收回這個物業 公司之後會處理無人應領的物品 學聯在社交平台發文 說發現幾個不知名的男人 自稱是上述公司的代表 曾經用暴力的方式 企圖進入學聯兩個會展 並涉嫌刑事委會白路電視 學聯兩個會展分別在威特商業大廈和金輪大廈 業主都是香港學聯旅遊報有限公司 公司的董事是侯淑琦、李乃堯和馬逢國等人 公司分別在1984年和1993年註冊信託文件 將兩個物件交給學聯 並且以學聯作為信託收益人 公司之後在1994年 改名做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有限公司 和通告的儲名一樣 這間公司去年就兩個單位的管有權 委託謝偉俊律師行入品區域法院 學聯說已經就事件報警 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又嚴正警告馬逢國、李乃堯 侯淑琦就是為盡等人和他們的代表 切勿嘗試進入上述兩個單位 和強行處理內的物品 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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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